大家好,我是진by的小邊 蜜膏容易掉色的、喝關係的、大奶 你覺得尷尬嗎? 你絕對想不到 可以掉色紋路做 allen 現在叫大家自己動手做 馬卡龍的掉色蜜膏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來做濾吊色唇膏的基底 低比一次的話,你可以先做比較多的料 之後可以再混合其他的顏色 可以擁有很多不同顏色的塵入囉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材料 那我們需要的材料有這個 氷蘭乳化劑粉3克 13-2醇料10克 分釉水的部分呢,74克 分釉酸原液10克 有機酸胖菌劑3克 那我們現在開始動作作囉 先將氷蘭乳化劑粉杯13-2醇 先混合均勻 先讓你攪拌均勻 直到氷蘭乳化劑粉沒有再結塊 先把氷蘭乳化劑粉慢慢加熱 有機酸的碰碧筋 用玻尿酸給予 加了玻尿酸的話,可以讓你存入的保持作用 那就把它攪拌均勻 我們就完成了不吊色唇膏的基底囉 不吊色唇膏的基底很好 好 吊色唇膏基底做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來做第二部分 我們準備的材料有 殘絲油0.4克 然後跟色膏 色膏只要一點點 這邊準備的是0.2克 然後還有之前先做好的 吊色唇膏的基底 我們準備6克 先將色膏跟殘絲油混合 殘絲油主要的話就是讓色膏可以分散的比較均勻 先攪拌讓它均勻之後再加到不吊色的基底的時候 比較好去做分散 攪拌均勻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加到不吊色唇膏的基底 加入之後再繼續去做攪拌當然就可以了 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有點分散 但是攪久一點的話就會整個很完整的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種感覺 那你都可以選自己喜歡的味道下去 小邊剪類的是一個小小的軟管 然後把它裝進去 如果可以的話 家裡有針盤可以用針盤的方式去沖田 那我們這次就教大家用色膏袋來沖田 先把這些純爐先放到袋子 盡量把它放到邊邊角角 接著我們在那個邊邊剪非常小的一個洞 平衝到半隻即可 那我們冰填差不多滿的話 就可以把它封起來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了我們的馬卡龍吊色沈入 那小邊先來試試看看不吊色的沈入是不是真的不吊色呢 一個紙杯 現在小邊來試試看會不會沾染紙杯 我給大家看一下剛剛喝的地方 完全沒有沾染紙 我給大家看一下剛剛喝的地方 完全沒有沾染紙 小邊手算了 還有喔 還有喔 好喔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